來 陳老師你開麥 陳老師 嗯 欸 喂 你好 陳老師你好 來 安安幾歲哪裡人 27歲 台灣人 好 27歲 台灣的陳老師啊 好 來 台灣陳老師你好 你還欠我雞排 你不要忘了 會啦 之後去台北找你 來台北跟我講 要不然你 週日啊 我剛好週日 啊不行 下午好像要忙一下 沒關係啦 再約 反正我都在台北 沒關係啦 我再私訊問一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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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的雞排要還 等你 好 來 然後剛好還完就同意了 最好是啦 亂講 好 來 你說 好 我先講 我之前分析不是一個禮拜 那我必須講 我覺得我分析有誤 誤的地方是沒有判斷到說 恩 這一次的局面 首先第一個就是俄羅斯 打法 你分析一個禮拜是一個禮拜結束 是吧 對 一個禮拜結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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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會這樣分析的原因是 我知道是錯的 因為沒有料到有兩個意外的地方 第一個是俄羅斯的打法 他打的不是持久 他打的不是閃電戰 他打的是一個 他打的不像是我們 以往所認知到的那種 戰法 他比較偏的是一種 比較像以前 我說不上來 那個打法很奇怪 因為他不像是在 比較不像是 我趕快打完趕快結束 他有點像 他有點像 他想要實際佔領物動 然後佔領了 要控制那個地區 所以他有點像這樣 他的打法很像 我之前聽過一個 私下有個朋友在聊的 很像在打剿匪戰爭 你知道大陸不是後來 就是基本上 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以後 整個大陸 東南省份 有很多所謂的匪寇 那個匪寇就是要把它剿滅掉 所以中國花了大概 就是當時中央政府 花了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才把它全部剿滅掉 他的打法 現在俄羅斯的打法 很像那種打法 他的目的不是要去破壞烏克蘭 也不是為了要殺平民 他的目的就是要把 有生力量全部消滅掉 這個有生力量是軍事的有生力量 而且是專指所謂的 亞術營那一幫 民族激進者的有生力量 所以他的打法很特別 我覺得他不像是為了要趕快 就是速戰速決 他是要更除掉 烏東地區 甚至於是整個烏克蘭境內的這些反而勢力 所以他這樣打 對 沒有料到他是這種打法 所以這是第一個比較誤判的地方 那沒關係 第二個誤判的地方是美國的衰弱 沒有料到美國衰弱的這麼快 怎麼說 以前 就是講白點 同樣的一個事情 上個世紀的阿富汗 蘇聯不是入侵阿富汗 美國跟世界的制裁 就是美國聯合他盟友的所有制裁 是對蘇聯造成嚴重的經濟打擊的 而如今 前些這裡你們不是聊那個SWITCH系統 聊得很開心 結果他不是 一大堆人講說金融核彈 結果對俄羅斯影響不大 你懂我意思吧 對平民的生活 還是有影響 也不能說影響 但是沒有 只是他的SWITCH也沒有用到極致 沒有 最主要的地方就是 除了半套以外 最主要的地方是 他並沒有造成像很多人在探討 說什麼金融核彈 然後會把整個俄羅斯的經濟拖垮 沒有發生這種狀況 所以這場戰爭其實打到現在 我先講了戰爭的發生都沒有人樂見 沒有人會是一個主戰派 世界上任何的人 就連大陸的有些支持武統的朋友 他們也不是主戰派 他們會支持武統 跟台灣人所認知支持武統的概念 是不一樣的 這題外話 這裡我就不解釋了 所以我們是在這個基礎上探討問題的 因此 有句話說 我之前在看溫鐵君教授的一些視頻的時候 他講到探討經濟問題的時候 不會去探討所謂的道德問題 因為經濟沒有分好壞 同樣的世界上任何的政治的事態 他並沒有好壞之分 他只有說我們是怎麼樣發生這種狀況的 然後再怎麼樣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剛剛你的那個留言的那個朋友 我覺得他把太多的事情加了所謂道德觀 你用道德觀觀察這個事情 對 太道德 太理想化了 就是我不應該怎麼樣 不應該幹嘛 不應該幹嘛 但是這個世界不是這麼走的 這個世界是實力原則的 對 但很無奈的地方是 台灣很多人他們思考世界的方式是這樣 這是真的很悲哀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他的道德觀是有雙標的 我就不信他在看到美國入侵阿富汗 跟伊拉克的時候他會講這些話 當我們在看到阿富汗跟伊拉克被美國摧殘到底 你去看嘛 為什麼我會講說俄羅斯的軍隊 唯一有一點是我不會收回的 就是俄羅斯在打烏克蘭是克制在打的 你去看看阿富汗跟敘利亞 還有我們說伊拉克他是怎麼打的 導彈先炸把城市全部炸廢 不管你拼命 對 甚至於我們說南斯拉夫好了 南斯拉夫當時北約是怎麼打的 直接轟炸 對啊 其中還包含了把人家的大使館給炸掉 對啊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台灣的人在探討這些國際問題的時候 真的太小額客了 太小額客的地方就是我們都是用 太想當然了 太想當然了 你想當然就算了 你還在幫美國人講話 說實在話 如果你真的反戰 你為什麼不反美 我說認真的 因為這個世界上 你自己去看喔 20世紀到21世紀這段時間發動戰爭 最多次數的國家是哪個 美國 而且還不是我們講的喔 是美國自己的學者 而且美國人自己都公認喔 是啊 所以美國軍隊強嗎 因為美國軍隊實戰經驗豐富 他實戰經驗豐富又是另外一件 因為他們打的都是所謂的那種火力集中 好啦沒有他實戰經驗是最豐富的 沒錯啦 因為打的多嘛 我的意思是說他的火力集中嘛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美軍在打仗的時候 軍人的傷亡是最少的 但是平民的傷亡是最大的 而且他的平民傷亡大部分都是 他攻擊的國家的平民傷亡很大 那俄羅斯這次打下來 軍人的傷亡一定是會有的 因為他的打法就不是美國的那種打法 這是第一個問題啊 第二個是說實在話 我覺得我現在都不會看台灣去報導烏克蘭的新聞 為什麼 因為太多的訊息是完全照抄BBC跟CNN的信息 你知道嗎 他們這次很誇張的地方 是直接把俄羅斯的塔辛社全部封鎖掉 連他的衛星日報全部都封鎖掉 你這樣怎麼去做一個比較判斷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完全一面倒的 就是報導俄羅斯好像死了很多人 然後怎樣講 但是如果事實上真的如此的話 為什麼到現在俄羅斯沒有退平 是 我先講一個概念喔 剛剛他在寫撤退 誰 講一件事情 他的那段文章裡面他不是寫撤退 撤退的概念是已經損害到 不能夠再損害的結果才會撤退 這句是用語上 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打仗 你當兵的你也知道什麼叫撤退啊 所以這傢伙一定沒當過兵啊 所以他才會寫這種話啊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他要撤退的前提是 俄羅斯的軍隊是真的已經損及到 他不能在損失的狀況下 他才會撤退 是 如果按照我們現在台灣媒體所報的那些方式 還有CNN BBC這些的報導方式 俄羅斯早就在我說的一個禮拜之內早就撤退了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撤退 對沒錯 就是他的 就是你懂我意思嗎 我懂 他的軍隊的 他軍隊的損耗沒有到他需要撤退的地步 是沒有啊 甚至於他認為繼續打下去對他更有利 他很多主力部隊其實也沒上 還沒上 可能也有一些戰略防備啦 他其實沒有權利上 所以我是覺得說你 你如果按照台灣的媒體去看台灣的報導的話 判斷而無局勢是會有問題的 就真的會被誤判局勢的 因為你這個誤判局勢很可怕 就會變成說 我一開始也是看台灣媒體 所以我才判斷那個 後來發現不行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 因為有一些東西他不是說 像我自己在看訊息 我之前有講過嘛 我不是只有看大陸那邊的 我有時候會看半島日報 就是那個中東那邊的 然後我會看法國的法新社 法新社他報導是比較偏歐洲那塊 然後再來就是 東那個南美洲的那個南方日報這些的 所以有一些人說我被洗澡 我就覺得很好笑啦 因為我是看了很多去做比較 然後我會發現他 尤其是偏西方這邊的太偏頗了 因為你其他地方的報導 不是這樣報導的 只是你做這件事情 是很耗時間跟精力的 這是題外話 所以回來講到今天這個地方 我認為我們今天在判斷很多 而無局勢 尤其是台灣人 其實都是有盲區的 這個盲區變成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夜狼自大你懂嗎 你知道嗎 到現在還是有很多人認為說 這場戰爭 俄羅斯就是邪惡的一方 然後如何如何 我先講清楚一個概念 戰爭的發生都是悲慘的 沒有一件事情 沒有一場戰爭是正義的 沒有一場 但為什麼戰爭會爆發 戰爭會爆發的主要原因就是政治的破裂 我跟你用政治的方式談判破裂掉 我才會戰爭嗎 這有點像我跟你在互動的過程當中 我好好跟你講話你不聽 一定要我打人嗎 對 沒錯 戰爭其實就是 如果我們用一個比較具現化的感覺 就是這種概念 是 那整體事情發生到底是怎麼樣 烏克蘭做了什麼事情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戰爭一定都是消耗的 他沒有賺錢的 沒有人打仗是賺錢的 那為什麼會 我跟你講 我知道 我知道除了日本人打仗 日本人打仗 那就是在燒殺如月 美國也賺了 好 那你繼續 美國賺是另外一種賺法 我知道你的意思 所以我的意思是講說 我們今天看俄烏這次的狀況 我們要理性的去分析一個問題 就是 弱國就應該投降 當你講到投降這件事情 就只有投降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開打了 你開打了 你就不可能有任何緩和的餘地了 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反正 國家跟國家之間開打 也會有其他國家幫忙 別的國家憑什麼幫你 美國為什麼憑什麼 要把他的軍隊進入進去 去幫助你烏克蘭 對於美國來講 他的利益最大化是怎樣 透過這場戰爭 把世界的經濟 最好是把所有歐洲的資產都轉移到美國 對啊 我為什麼要支援你烏克蘭 我為什麼要談這艘渾水 我的目的還是要賺錢 所以他最好的狀況就是繼續拱火 所以你這時候你在講說 美國人是幫助烏克蘭的 你去看看他幫助的方式吧 兩個人正在吵架 然後你還拿一把刀給別人說 你們繼續吵 沒有我剛剛已經舉例了 就是他跟泰森在打架 然後美國人給他一支掃把 你拿掃把就跟泰森繼續打 有屁用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好像把戰爭當作兒戲 你知道嗎 一直滿口的人義道德 我個人覺得叫偽善 而且這種人在台灣蠻多的 對真的很多 對就是他沒有當過兵 他沒有真正接觸過戰爭 他沒有真正理解所謂戰爭的原理 然後他們就大眼不慘的 把所謂的道德觀 強壓在政治跟整個國際局勢上面 是沒錯 你這樣的方式會很可怕 很可怕的地方就是 你會讓整個決策層 或者是我們說整個社會 弥漫一股誤判的局勢 你這樣是怎麼爆發的 德國會跟那些國家打起來 真的是德國的上層是白癡嗎 不是啊 中下層啊 中下層對於世界的理解 已經國家的理解 其實跟現在台灣的那種理解方式很類似 一樣道德嘛 因為他欺負我說我們要揍回去 反正揍嘛 就是怎麼樣 弱小就不行嗎 我們就要反抗 可以去看看西線無戰士啊 這本小說真的很推薦可以去看 不了解戰爭的人 真的應該去了解一下戰爭 你就知道戰爭是殘酷的 這因為知道戰爭是殘酷的 所以你更應該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弱國在我們說的不見得說弱國小國 嗯 小國家在國際上該怎麼樣相處 對啊 東於是吧 小國有小國的相處之道 就是說 小國就是要避戰 喔 就是 就是 小國最好是要講道理啦 然後那個大國有實力的可以不講理 好 但是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所以你不能讓有 有那種大國有不講理的機會 不然吃虧的就是小國嘛 就是這樣嘛 喔 好 這樣講啦 大國 他也不能夠說想打就打 當然 因為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任何的戰爭 對於雙方國家都是不利的 所以其實問題點就是說 大國會打你的主要原因就是 一定是有 我這樣講好了 雙方一定是有某一些行為 已經嚴重威脅到他們的安全了 當然 雙方的安全 所以 這樣子他才會有動物的必要 就像美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 美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真的說 道德嗎 不是耶 不是 是因為當時德國幹了兩件事耶 一個叫無限潛艇計劃耶 另外一個是什麼 煽動墨西克要反美 我說這是一戰啦 二戰還有別的原因啦 只要我先 二戰就是那個日本直接轟炸那個嘛 對 所以 所以 我要講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今天把戰爭當作是一個 道德觀 俄系來看的話 你很容易失真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 韓非子講過一句話 國小而儲 不儲卑 力少而不畏強 無理而媚 而辱大靈 貪腹而促交者可亡也 什麼意思 你國家小 你不謙卑 你力量小 你不敬畏強的國家 無端的去侮辱強大的鄰居 而且你在外交上反反覆覆的 這國家不滅亡才怪 我說實在話就是這樣 你去看 烏克蘭今天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不是突然間的 而是歷屆政府導致而成的 因為烏克蘭的地理位置 它是一個非常尷尬的地理位置 它離 如果我們這樣講好了 跟古巴很像 古巴叫離天堂很遠 離美國很近 烏克蘭是離俄羅斯很近 離歐洲很遠 你這種地緣戰略上面請問一下 你是應該 我們不要說親俄 或者是媚俄 最起碼 不要仇視俄羅斯吧 可是結果 烏克蘭的政治人物為了自己的選票 不斷在激化俄烏之間 尤其是民眾之間的衝突 最終激化了烏克蘭境內 誕生了反俄的極端團體 就講了 這是頓巴斯克跟烏干斯克 真的是烏克蘭政府自己下令去打嗎 我相信不是 這電視機不會這麼傻 但是很明顯 就是有極端分子在搞這些事情 極端分子一搞下去的結果是怎樣 俄羅斯打過來了 然後那些極端分子自認為自己打得過俄羅斯 結果呢 集結敗退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現在 說實在話 就是依照俄羅斯現在的推進 我講一個 比較能夠當作參考資料的數據來看的機構 美國的五角大俠 他的公告 他基本上 雖然對俄羅斯還是有一點點偏頗 但是最起碼他是軍事機構 所以他的報告不會說隨便亂寫 目前的狀況是 俄羅斯已經全 應該是基本上控制大部分烏克蘭的進去 有嗎 雙方之間 大部分嗎 基本上 烏東 烏東 大部分 聽說馬里烏波爾也被 就是也被攻佔 聽說了 不只馬里烏波爾 基本上像 黑海的沿岸的那個港口 那差不多 基本上都控制了 所以 他的 戰略目標 跟他這次開戰的目的已經達成 因此 他們現在是真的開始在進行 談判 所以你會發現最近不是有一大堆那個 消息釋出來 嗯 然後 中國外長不是王毅一直在講說 積極在協調雙方之間的談判 是 還有就是白俄羅斯那邊也在講 對 嗯 希望啦 希望可以趕快結束 但是 比較怕就是繼續有國家在拱火 嗯 像波蘭 嗯 還有那個艾沙尼亞三小國 真的是三小 主要是美國啦 美國他 他到底要不要繼續 就是 嗯 你知道嗎 波蘭 立陶宛這些國家 幫美國在拱火 嗯 我就真的不知道他們到底在幹嘛 嗯 他們是真不怕說俄羅斯再繼續往北 就是往西方繼續打 俄羅斯應該不會 不可能 那個就都動到北約了 不可能 但是就是說 美國他要不要繼續去延長那個 他看起來是要啦 因為他現在不是都他們現在正在G7跟北約開會嗎 對不對 就是這樣啊 拜登 嗯 對啊 所以我說實在話 你與其去說普京這麼做如何 普京這麼做如何如何 首先任何國家一旦開戰了 他一定要會 他一定會達成那個國家的需求 他才罷休 除非他在戰爭過程當中損失超過了他的付出 嗯 他才會撤退 就像美國在打越南戰爭 對 他為什麼撤退 那損失太大了 對 不然他幹嘛 對不對 阿富汗也是啊 他為什麼要撤離阿富汗 就損失太大了嘛 對 那同樣的回過來看烏克蘭 烏克蘭這一次 基本上 澤林斯基總統如果真的是為烏克蘭的老百姓在著想 他其實要趕快跟普京趕快談 是沒錯 而且他必須要 我這樣講好了 不管如何 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終止戰爭 嗯 因為他如果不終止戰爭 其實受苦的還是烏克蘭的百姓 沒錯 對 那現在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其實歐洲也希望趕快結束戰爭 對 很簡單 因為大量的難民已經湧入歐洲了 嗯 現在歐洲又 你知道嗎 最近因為油氣的問題 通貨膨脹 歐洲通貨膨脹 全世界很多地方也在通貨膨脹 然後你難民又湧入歐洲 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歐洲的財政支出會非常的巨大 嗯 你光是要照顧跟收養這些難民的問題 就會變成歐洲下一個新的問題了 嗯哼 中東難民的問題都還沒解決 接下來是烏克蘭難民的問題 所以如果這場戰爭 現在這種狀況非常的微妙 微妙的地方是 對於俄羅斯來講 其實你打 你何時打 就是你何時結束都沒差了 嗯 因為他現在的狀況就是 只要他的軍事的損害 沒有超過他能夠接受的範圍 他會一直打下去 嗯 那對於美國來講 他是希望 直到他達到戰略目標 對美國也希望繼續 對 對 對 那目前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俄羅斯要達到他的戰略目標 最後一個臨門一角 就是他需要折聯斯基 跟他的和談 我覺得有兩個兩個變變數了 就是一個就是烏克蘭自己 他可能在戰場上他要受不了了 所以他就開始和談了 另外一個就是歐洲他可能也受不了了 所以就是逼迫這個聯合談 就是這樣 我知道 嗯 兩點烏克蘭戰場上的和談早就進行了 所以他幹嘛要開閉人道 人道 人道先 嗯 他最近在開閉那個人道先 然後還有很多地方 對人道走廊 還有好幾個地方已經基本上停戰 嗯 他現在打的全部都是所謂極端分子的聚集地 嗯 就是所謂亞素營的那些地方 嗯 整體來講烏克蘭境內 因為現在真正有在戰鬥的 都是我們說極端分子的那個距離聚落 嗯 那其他所謂的政府 真的要嘛投降 嗯 要嘛就是已經開闢人道走廊 所以這些東西已經在進行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說歐洲有沒有在強迫 有 嗯 其實歐洲最近 你去看歐盟最近的很多談判 但是很悲哀的地方是 歐盟不是一個團結的組織 所以他現在變成是撕裂開來 因為有一派認為要聽美國的話 嗯 所以你就變成是一個狀況 美國想要逼 烏克蘭 上談判桌 嗯 歐洲啊說說歐中 但是 歐中沒有辦法凝聚力量 逼烏克蘭上談判桌 嗯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變成 除非有第三個大國 介入 對 否則烏東的局勢很難解決 嗯 所以接下來就是看 中國大陸那邊 嗯 跟俄羅斯烏克蘭是怎麼談的 對 還有跟美國 比較麻煩的還是美國 當然其實這些都會改變啦 就是我覺得烏克蘭戰場上的情勢 可能也會 他有可能戰場上撐不住了 或整個骨牌效應崩了 那烏克蘭 哲倫斯基也沒什麼籌碼 他必須要談 那就一切水到渠成了 好 反正就接下來看嘛 那回來最後一個 想到說兩岸應該要互撐主權 我們前面才剛看我無法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是我下一趴 你先講是不是 沒關係 我先講 反正我下一趴不會戰 好 來 下一趴來你說